金钱敏感 为家人安排起居生活 并受到家里亲戚的赞赏 爱情因为金钱的原因有压力 对未来感到担忧 工作中自己的专业度受到质疑 导致自己在谈论工作的时候有压力 水星与摩羯座15度恢复顺行 必与冥王星再次合相 这已经是前后第三次水明的合相 三分月亮六分火星四分天王 所以今天关于沟通交流思想计划 甚至段途交通等的议题需要特别的关注 而水明的第三次合相 则可能会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入 进行深入的思考 对职业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 并且会特别关注一些情绪 保护以及变革等议题